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梁欣宇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看到 沿岸地區來說雲量不算很多 所以我們下午在太平山的鏡頭看出去 都可以看到很美的藍天 都有不少陽光 所以今天各區的最高氣溫方面 就是接乎26至29度之間 我們預計高空反氣旋會在未來兩三天 繼續影響廣東沿岸 我們帶來一些普遍晴朗的天氣 所以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 漸轉多穩 但明天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氣溫為介乎23至27度之間 風方面會吹和緩的冬至東北風 明天離岸風勢會是間中清靜的 至於下星期的天氣 我們看一些預報圖 在預報圖上可以看到 這些綠色、藍色 代表著一些雨區將會下星期影響著沿岸地區 所以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周末期間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天氣還是不錯 但之後幾天雲涼會逐漸增多 以及有幾陣罩雨 市民要留意著天氣的變化 祝大家有愉快的晚上 再見